不少人都說住在西營盤 隨時可以找到很多香港的寶藏 因為這一區除了鄰近SOHO 和中上環一帶的正商核心地段之外 這裡大大小小的建築物和商舖 也都充滿著香港的情懷 當中位於西營盤的西邊街 是一條通往西貫山的斜路 交集住住宅和古籍 隨著西營盤港鐵站開通之後 這條街的發展就越來越蓬勃 西邊街本身是一個斜路 也有很多古籍文物 例如賺國醫院或救恩堂公有 這些是一級的歷史文物 其實自從通過車之後 本身中西區這邊的樓價 升了也有幾可觀的升幅 有新樓出也會吸引很多外區買價 中西區的租毛都十不滿弱 如果在廣島區計 因為西區的租金應該是全樓出貫的 因為它近中環 亦都近回校網 所以租金比較理想 由萬科置業和長紅合作發展的 全新樓盤 Fifteen Western Street 正正坐落在這條西邊街 樓盤屬於重建項目 一共提供104貨 戶型包括開放式至三房戶 另外還設有特色戶 使用面積由213至1127方尺 部份單位還望到維港的海景 先帶大家參觀下個示範單位 Fifteen Western Street 的地理優越 因為它在西邊街比較高的地段 空氣和環境都易人舒適 真是兩分鐘都不用 除了港鐵之外 皇后大道西 德府道西和港落道西完善 都有齊電車 巴士和小巴的路線 去港九角區都很方便 而樓盤附近的生活配圖 亦都一應俱全 小店、銀行、超市、街市 這些當然是不在話下 走多幾步 更可以去到有新蘇豪區之稱的高街 在這裏享受小店風情的同時 亦都可以品嘗到世界各地的美食 而在德府道西 列為法定古蹟的西港城 裏面都有齊各種特色工藝品 和維舊收藏品的店舖 有空過來逛逛 隨時都可以消磨大半天 逛得好、食得好之餘 樓盤屬於校網 更加是全港數一數二的搶手課 小學屬於十一校網 中學屬於中西區 而樓盤附近 更加有不少著名的 直資私立等的學校 包括樓盤正對面的 救一學校小學部 和聖保羅書院等 另外由樓盤向上 走大約五至十分鐘 更加有亞洲仇屈一指的大學之一 香港大學 都市人work hard、play hard 健康都好緊要 由樓盤走到中山紀念公園 中山紀念體育館 和中西區海濱長落 都只是十五至二十分鐘 在一大片草地上 吹下海風做運動 身心話這麼熱 就可以放鬆了 多磨茶經記者 潘仲瑩報導 在这一段视频